進去三次紅毯亮點看這邊 本屆的主持人有陳明珠搭配黃偉鏡 首次挑戰的偉鏡 今天穿胸前開小V的西裝 被身邊女伴嫌穿太多 而上次主持就有好表現的明珠 透露這次主持前 也有得到師父嬌哥的鼓勵 嬌哥我們該給他的關心也都有 那我覺得他需要更多的時間 所有人都要慢慢回復 那當然他也是剛才傳訊員跟我說 一定要好好地加油 為我跟偉鏡一起集氣 而首度挑起典禮主持大任的維里安 這次穿上閃亮亮的西裝 直接要挑戰紅毯第一帥 911這次入圍最佳演唱團體將 三人維持酷黑風格把氣現身 而超級奶爸比兒架 帶著女兒喬伊首度亮相 畫面超可愛 我以為是會很順利 但是很緊張 然後他也很緊張 加油加油媽媽加油 媽媽加油 應該全家出去一個小小的旅行 有 我有密切地在關注 而且比我自己走還要緊張 絕對是的 女兒是我的幸運心 我們就是有互相加油打氣 但是也說要用平常心 今天主要就是要開心這樣子 其實都還滿緊張 因為大家都很厲害很棒啊 就是 但還是順其自然啦 就是不要想那麼多 緊接著是性感女性大比拼 艾依良駕馭死亡螢光綠 前胸大開超聲V露出性感半球 戴佩妮則是以透視镂空妝來真割後 李欣杰也是以西裝外套開神V 帥氣又不失性感 每年造型都讓人驚豔的Hush 今年當然也沒讓大家失望 第一蠟留給我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講像這種事情 還是留給評審 但 但 第一蠟是我可以爭取的 很在意 日本人氣樂團KingGnu首度來臺 一日現身進去紅毯 造成歌迷瘋狂 這次也將擔任表演嘉賓 此人真是太帥了 而說起紅毯最帥 當然少不了這兩位 加臺和林國鴻 今天吸收走紅毯 直接用黑白配帥炸現場 壓軸登場的周湯豪 和比利引發現場尖叫 這次是比利首次參加 金曲獎 母子共同入圍實在太開心 今天的重點就是要跟比利潔一起走紅毯 這就是今天我來參加的目的 所以我很開心 第一次跟媽媽一起走紅毯 太棒了 不緊張啊 對啊 因為其實我今天就把我自己當新人 我是第一次參加金曲獎 我那個年代沒有金曲獎 他幫我加油打氣 金曲紅毯實在太精采 在今年誰是你心中的 第一帥第一美呢